選了之後 下面的單架自動跳出來 OK 就是點的上面 下拉清單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數量 比如說他數量要定20個 然後地區的話呢 假如說是在東區好了 OK 那我們輸入完這些訊息之後的話 假如我希望呢 第一個 自動幫我小計 這個地方當然你可以 選完之後自動小計啦 或者是說你按下這個確定的時候來幫我小計 那小計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這個小計應該是把 上面的兩 這兩個相乘嘛 就是單架乘以數量 會有個小計出來 第一個 小計 第二個的話呢 自動幫我在這一邊再新增一筆資料 新增一筆資料 不過新增一筆資料的時候呢 多了一個就是說編號 那編號目前呢 到零零 假設我到零零七 那我 可以自動產生零零八的變號 並且把這邊的訊息呢 幫我新增一筆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不用按確定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他會自動幫我怎麼樣 在小計的地方 有沒有 有沒有 計算出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把這些訊息 因為要存起來嘛 那我就可以按下 確定同時小計 同時怎麼樣 把剛剛的訊息 填到這邊來 那不過填的時候你會發現 他只填了 後面 那一欄裡面的資料這個編號是什麼 自動產生 那怎麼產生呢 就是把上面的編號 再加一 有沒有 再加一把它加一個編號 那當然 旁邊有個什麼 全部清除 也有個新增資料 那新增資料的話呢 實際上也是複習 上禮拜部分就說怎麼樣把資料 在 因為你如果今天 前台有很多人同時作業 要把它 匯整到什麼資料庫裡面的話 那並且把這邊再清空 今天的作業就完成了 那這邊後面的話呢 一樣會有個資料庫